大家好,我是虎爺老师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虎爺老师 那很快的就要进入月底的圣诞节了 哇,真是一个浪漫又温馨的大日子 诶,但是你知道吗? 在股票市场股票里面 也有非常多的大日子值得我们来关注哦 因为啊,这些日子可是会影响股票大幅的涨跌 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日子的话 你可能会被吓坏了哦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 有哪一些股票的大日子吧 首先呢,在基本面的时候 我们有讲过财报 那财报可不是一年才发布一次哦 在每个月10号的时候呢 都会公布它的月营收 而且呢,在5月中、8月中、11月中 还3月的时候 都会公布它每一季的季报 特别的是它3月的时候 季报跟年报会两个合并在一起来发布的哦 那那个季报呢 对我们来说可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除了能看到公司这一季成长得好 还不好之外呢 我们还要知道我们下一季 要不要继续投资这家公司 而这个时候还会有做账行情的出现 诶,什么是做账行情呢? 就是法人啊,会在这个时候 来拉高他手中持股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做? 因为啊,这个法人在操作基金的时候 每一季也是要给投资人看他的绩效的 法人希望在每一季季底的时候 公布绩效是好的 大家才会继续的投资它 但是这有可能呢 也会造成一些恐怖平衡哦 因为很多法人啊 同时来去追一档股票 把股票炒得很高 但是这个股票的高价都是炒作的 未来下跌趋势就有可能非常的大 所以大家可是要好好注意的哦 那下一个很重要的呢 就是懂坚持股比例的异动 懂坚持股呢 就是这些内部人 那些内部人是有包含董事啊 监事、经理人跟大股东 他们这些买卖这个股票的状况呢 就是懂坚持股比例的异动 会在每个月的10号发布 那为什么这些很重要呢? 因为啊,这些内部人买卖股票的这些资讯呢 就相当于内线一样 假设呢这一家公司啊要倒了啊 或是他的绩效不好、成长不好啊 这些内部人可是首先 会把这些股票拖出卖掉的哦 假设我们没有去检视这些声让的目的的话 我们很有可能买到的只是一张废纸哦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一讲这个股东会 股东会呢 会在4到6月的时候举办 但这不只是只是买拿那个纪念品的时候哦 还有很重要的事来值得我们去关注 那首先呢 这个在开会前30日之前呢 会有最后的过户日 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最后过户日之前持有股票 才可以来参加股东会哦 那在开会前60天的时候 会需要这个融券强迫回补 诶什么是强迫回补呢? 我们之前呢有介绍过融券哦 就是跟别人来借股票来卖嘛 那我们要开股东会 我们必须要先照这个股东名册来知道 哪一些才是这个股东 那假设呢 我们这个股票还没有还回去 那我们要怎么厘清 到底是谁有这张股票才是股东呢? 所以呢我们就会规定在60日 就是前两个月之前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融券强迫的回补回来 那这时候也可能会造就这个行情的上涨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这时候我不管这个市价多少 我就必须要去买这个股票回来还 这时候呢股价就可能会上涨哦 股东会之后6到9月的时候 会有除权除息日哦 那为什么会 什么叫做除权除息呢? 除权除息的除的意思就是分配的意思 除息就是分配股利 除权就是分配股票 那在前5日的时候呢 也会有这个强迫回补的状况 那也同样的也可能会造回这个回补的除权行情哦 那我们除权除息要怎么计算呢? 除息呢就是把你的股价 减掉分配的股利 会等于你的当日股价 除权比较复杂一点点 就是把他的股价除以1加这个配股率 然后就等于当日的股价 总而言之呢 除权除息会把你这个当日的股价给下跌的哦 但是呢 为什么我们会很多人想参加除权除息 我们可能会有两个原因哦 第一个呢就是期望他会填权填息 因为很多人认为啊 发放股利不应该是用公司的资产来发放 而是用他的盈余来发放 所以很多时候在发放王这个股利的时候 还是为了很多人来看好这家公司 来进而去买这个股票 让这个股票回忆有到他应该的这个市值 那另外一个好处呢 就是这个股利和扣底税额 因为我们现在是两税合一 就是你在发放这个股利的时候呢 公司已经缴过税了 他就会产生你的扣底税额 假设呢 你这个投资人的这个税 因为缴的不高的话 还有可能会让你不用缴税哦 那我们要记住这些大日子 才能了解这股市为什么起伏 才不会被这些大起大落给吓坏咯 那我们这个里洲小学堂 就到这里为止啦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